不好意思 妳媽媽也小兩個 就想小小嘛 對對對 那個月子很精采耶 對 就是難以想像啦 因為每一次就是 節目有關於月子 或者是說我跟大家說 我們要去討論坐月子的時候 這樣的故事 我就要再聽一次 所以我等一下講的故事 其實在我人生中 我已經聽超過一百次 所以那個事情 對媽媽來講很重要 對 很重要 然後其實像我媽 現在已經就是超過六十歲 她依然記憶很清晰 然後講這件事情 可以一次講三十 已經超過六十歲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已經離她這個懷孕 當初坐月子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就年紀很大了 對 因為我不想透露我年紀 通常說超過四十年 然後她 我提醒妳 我還過六十 然後她還是可以一件事情 然後講三十分鐘 然後從頭到尾 就一直自己在講 那這個故事是怎樣 她就說呢 她這個懷孕就是我跟我妹 然後我媽說雙胞胎的特色是什麼 雙胞胎的特色很奇怪 要哭一起哭 要餓一起餓 要尿尿一起尿尿 然後她只有一個人 那個會感染 就很奇怪 不然我跟妳講 妳打個哈欠 第一次的馬上打哈欠 人真的會感染 他欠背心 然後她說真的很奇怪 那因為第一次就是說 照顧嬰兒嘛 然後又同時要照顧兩個 他說那個真的忙不過來 他正在泡奶的時候 這個已經在哭很餓 那個也在哭 先弄完一個 要馬上再弄另外一個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爸呢 也不是說沒幫忙 但是非常有可能是說 在家裡久了之後 男人我覺得他也很累 很煩 他白天也要上班 所以這樣子 大概瀑個十天之後 才十天 才出生完十天之後 有一天晚上我爸就說 那他這個晚上 他要去外面倉庫睡覺 然後呢 後來我媽聽了就很生氣 因為不然你爸會睡不好 隔天要上班 對 就是說他已經 他才經歷十天 他就已經覺得說 自己快要崩潰了 也沒有說不幫忙 但是他就覺得說 要好的睡眠的話 他自己想得很 很直接 讓我去外面的倉庫 睡覺就好 結果我媽一聽是發了大火 他就說 那這兩個小孩你來顧 我去倉庫睡覺 然後我媽就騎那個 摩托車騎著就走了 真的去倉庫睡覺 我媽就去倉庫睡覺 然後把我爸一個人丟下來 就是照顧兩個雙胞胎 然後從此之後 我爸再也不敢說 他要出去外面睡覺 過你媽媽也是真的夠狠 對就是說 他其實已經很需要幫手 可是這個幫手 竟然跟他講說 他也崩潰了 受不了了 要出去 那他說不然我先崩潰 我先出去 那你就知道說 我不是一個人 可以做好這些事情的 玉珠 你們家有沒有倉庫 我家沒有倉庫 我跟你講 你就去倉庫睡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我真的很累 我那時候就一直 因為我懷孕到後期的時候 我就幾乎是沒有辦法睡覺 我都必須要坐著睡 然後有時候我就生完 因為我沒兩個小時 我現在也是輕微 我就要一直餵奶 起來要餵奶 然後有時候覺得好累 然後我正要說好累的時候 我先就說 我今天也好累喔 然後我先講到 你還沒講他就先進去 然後因為他講得很累 你又不好意思說 那你可以幫我按摩嗎 就有那種感覺 然後有一次他就一直在說很累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說 你在累什麼 平常都是我在顧小孩 飯也是我煮 然後小孩餵奶也是我餵 你換個尿布 你在累什麼就會很生氣 對 然後我覺得 就是像 像我覺得那個媽媽 就是很厲害 就是要顧雙胞胎 但是我就覺得 你看喔 你們光男生顧一個都受不了 你換個尿布就很累了 女生還要餵奶 還要做家事 我覺得那個承擔壓力太大 我也要幫男生講講話 就男生在外面上班一天 老實講也真的是 經濟益盡 然後他也怕 沒有睡好影響隔天的工作 我講實在話 男生有時候會覺得說 小孩子在睡你就在睡啊 這個我超親的 沒有 我只是替別人講話 你三個小時要起來餵奶 對 而且你知道餵奶的是 譬如說 一秒惹我 這麼多人 完全因為太多人講這種話 譬如說你現在在煮飯煮一煮 他睡著 你難道要在瓦斯爐直接睡覺嗎 不可能啊 而且你要想看 我們沒有叫你在瓦斯爐旁邊睡 你去床上睡 沒有 但是你每兩個小時 你要餵一次 你根本不可能那麼快地入睡 而且除了餵奶之外 你還要做很多家事 就是這些家起來 哩哩口根本不可能睡覺 對 這真的是兩性之間的溝通 我覺得男生真的 沒有女生的構造 或者是荷爾蒙的變化 所以對女性坐月子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小看 那這個志偉 這邊說有案例是老公欺騙老婆 要請月嫂 但是請來的人讓老婆抓狂 這是我一個朋友 那當然就是說 他的老公的工作 其實適合中階主管 所以說應該講說 他的待遇薪資 是可以支付做月子中心 其實現在月子中心競爭很激烈 過去可能很貴 現在真的你便宜一點的 就大概 貴的多貴 貴的定期的四五十萬一個月都有 四五十萬的意思 就一天要一萬七 之類的 那因為現在有分 你去住一個比較高檔的月子中心 他也有便宜的跟貴的 就跟你吃的 還有房間的大小都有關係 有些還可以說 譬如說你可以帶二寶去 他的房間會比較大 然後如果說你自己單人的話 就比較便宜 對 那因為他就是 我這個朋友就 他跟他說 老公我想要住坐月子中心 那他的老公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你住月子中心 其實是不方便的 我很多朋友的太太 對 去住月子中心 其實最好有人幫你帶小孩 沒有錯 可是其實吃的那些東西 你每天都是一樣的 不好吃 然後而且裡面 那些人都不認識 其實不認識 我自己關在房間有什麼關係 反正他先生就是跟他半哄半騙 跟他說我們就在家裡坐 因為他們是自己住 我早越少回來 你在家裡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會有人干涉你 那我也覺得我回到家裡面 我會比較 因為坦白講 我也住過月子中心 就是跟我太太 你老公也陪你一起 那個的確很多人走來走去 有時候會干擾 所以他想說老公要請月嫂 那也OK 結果後來孩子生了 那他當然先住 他是婆父 在醫院先住了一個禮拜 回到家 那月嫂要來了 結果叮咚 月嫂來是他的婆婆 你知道嗎 我這個朋友真的 他內心 對 對 他就跟他老公說 他就看他老公演 他老公就是點點頭這樣 然後就看到他的婆婆提著雞 什麼一堆菜這樣子 很疼的 大顆光小顆光這樣子 那他就說媽你怎麼來了這樣子 他本來內心想說 媽媽會不會是因為我剛出院 要來看看我而已 那他媽媽說 沒有 你老公沒跟你說嘛 因為他媽媽是住 他的婆婆是住中部 特別從中部上來 然後你就看他提的行李 提一堆就是要幫他進口 沒有啦 我們兒子說要請月嫂 我覺得那太沒錢了 我來就好這樣 我告訴你 你的大股小股 都是我做的 媽媽坐月子很厲害這樣子 可是他內心有百般的不要 你知道嗎 但他老公好像也沒責 所以當天他就跟他老公說 為什麼月嫂變成婆婆這樣子 他說我就弄不過我嗎 他說你不要跟他講就好啦 我沒有讓你住 我沒有去住月子中心花你錢 你怎麼可以叫你媽媽來當月嫂 月嫂 那他就跟他講說 那不然他就要來了 我也沒辦法 我真的不是為了省錢 婆婆做要弄 婆婆當然就是每天都做 一樣的給他 他如果講說媽這個麻油雞還不 媽媽會問他說好不好喝 很好喝 他也不敢講不好喝 你就每餐都麻油雞了 沒有變化 他之前看月子中心 他會有不同的菜色 那重點就是說 他媽媽就 他婆婆在坐月子的過程當中 除了每天是一樣的 就會唸他 這未來不用睡到千萬八萬 然後冷氣開幾天 你們家電池很貴 上班很辛苦 就會一直唸一直唸疲勞 他大概半個月 他就跟他老公說 如果你沒有叫你媽回去 就是我出去這樣子 那 我這個 人家抱歉 人家抱歉 結果這個朋友 這個老公沒有理他 他就真的走了 他連小孩都不要 那後來他老公一直求他說 我請我媽媽回去了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這個朋友 最終就是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小孩也不要 就跟他先生離婚了 離婚了 他自己生了小孩 就是賞禮 我不要任何的錢 淨聲出戶這樣子 因為他覺得 這樣子的婚姻關係 以後一定不會好 這老公叫婆婆來坐月子 沒有跟老婆講 他沒有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